被誓為表彰美國移民的最高榮譽勳章 全美少數族裔組織聯盟 最近遺失到美國西岸 舉辦了慶祝晚宴 感謝愛麗絲島結出移民獎的得主 包含了胡澤群 張湘華還有魏靖發等人 我們很羨慕 所有的朋友都得到榮譽 他們都會站在我們 這獎是對美國移民一些特殊的貢獻 所以我們獲了獎也是得到很大榮幸 很大的輸融 全美少數族裔組織聯盟表示 活動不只表彰移民的結出貢獻 歷屆獲獎的結出亞裔更是人才輩出 分別有前交通運輸部 還有商務部部長封田 還有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 以及前商務部副助理部長董紀林 以及刑事鑑定專家李昌玉 可以 全培 全培 所以 感谢观看